工會在這裏都想再說多一次 這次不是一個加薪 亦都是一個優化改善的方案 工會一直的取態 一直都是反映 獎金不是必然得到 因為我們的工友 經常會發生一些問題 是扣除這個獎金制度 所以工會一直的取態 我們希望這個獎金制度化整為零 我們希望一個穩定的收入 因為這個穩定的收入 是來自的因素 就是因為一個服務長 一個安全長 如果工友發生意外 或者發生被人投訴 都會被扣除